直播的器材和其多真正好用没几个 相信我 你可以自己去判断自由选购 但是踩雷的机会呢想必不小 那既然是这样呢何不就让给专业的来 专业的来告诉你这些 然后那个 这么多的这个装备呢 你不可能通透学习得了 原因很简单 这些都是钱烧出来砸出来的 那这等于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 那你没有说有足够的这个资金 你贸然的就是启动了这一项使用跟学习 那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我这里呢其实也不敢说多牛啦 只是比一般的要牛而已 比一般的牛 哦 那是 你什么问题 那就是 那是 那是 摸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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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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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不想做出一首的 太多了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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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点厉害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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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真实还原 而且有优化的 对女生皮肤有优化的效果 重点是不会热当 他说你有止肌型吗 对女生皮肤有优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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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的 今天呢 没有别的 这是帮大家搞搞东西 搞搞啥呢 当然是搞搞洞 搞搞西 搞东搞西搞北基 这些东西呢 用起来都有它独特的魅力 我们不懂它 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它 用起来都有它独特的魅力 oh shi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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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 20分钟 不过20分钟就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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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皆さん 今天呢 又要跟你搞飛機啦 其因在於我們很多的客人呢 遇到了滑鼠上的困難 使用上往往 會耽誤到工作 因為我們在 直播的時候呢 螢幕離得這麼遠 那我們又要操控它 安卓呢 我們就給你選用了這一支 幾百塊錢的滑鼠 沒有問題 因為安卓的 這個相容呢 本來就是比較 多元 然後使用者重 然後呢 東西都比較便宜 那在這情形之下呢 我們當然就是 會給你們做一些 安卓上使用上的推薦 那今天所用的鏡頭是這個 JVC U415 那JVC U435呢 這個4K的畫質呢 可以說是沒有對手的 因為它4K 它RUN IN RUN OUT 它畫質好 對應到了我們的LG G900 就只要這樣子就行了 就這樣就行了 可以搞得天翻地覆的 我們來看它多天翻地覆 多誇張 就可以搞到就是 別人做不到 我就一直滑鼠空那麼多 接下來要講的是 iOS滑鼠 iOS用的滑鼠 iOS用的滑鼠 iOS用的滑鼠有多重要呢 市面上真的不多件 iOS滑鼠 所以呢我們今天呢 特別呢 就 來準備切入這個鏡頭畫面 來準備 切入這個鏡頭畫面呢 都透過滑鼠 沒有別的啦 就是別人家牛啦 別人家炫啦 畫面就進來了嘛 那 別人家炫 別人家牛 我當然就 就會充滿自信啊 充滿自信 我當然做起事情來呢 也會比較怎麼講呢 比較有說服力啊 好 那有說服力之後呢 自然而來呢 做起生意來呢 齁 就比人家 更有 更有那個叫做 成績 好 那我現在開始 調動他的那個 畫面的這個 方位 那我們看啦 這個文字我們先看 看他有沒有顛倒 顯然呢 我們上下是需要修正的 上下是顛倒的 那我們上下先做個顛倒 好 上下顛倒調好之後 文字也都正確 那這樣子就代表我們的這個 修正是成功的 好的 那我們今天呢 要講解的是 iOS滑鼠 iOS滑鼠 有多了不起呢 有多牛逼呢 其實說穿了啦 東西物以稀少而為貴 那 iOS滑鼠 這個叫做 Propoint這個東西呢 3950 那當然看直播 我們都會給你折扣 你只要有截圖 直播的截圖 我們都會給你折扣 如果你有需要用到它的時候 那 這個呢 是現在這個鏡頭的畫面 可以 Roon in Roon out 再來 Roon in 位移 好 這個滑鼠就是今天的安卓的滑鼠 然後呢 這個滑鼠呢 就是iOS的滑鼠 在這邊 兩者是不同用項的 這個安卓滑鼠來自於紐西蘭的規劃設計 這個國家呢 居然也有 不是居然 它們本來就有高科技了 紐西蘭 這是紐西蘭公司做的 紐西蘭公司做的這個 Propoint 由匯通公司 代理進來 那這個滑鼠呢 是台灣代工紐西蘭設計開發 它iOS 安卓 Mac PC 全通用 等於是十項全人 試修 它試修的 那這一條試修的裝備呢 我們來開始看它的厲害之處 首先呢我們可以看到 麻煩給我一塊鏡頭布 在工具箱那一邊 給我一塊鏡頭布 那反光的處理呢各位 你就稍微調度一下這個角度就好了 好 那我們先把這個鏡頭 這個先把它給 玻璃麵先擦乾淨 接下來再來示範我們要用到的 這個紙尖滑鼠 這個滑鼠是進口貨 好看一下滑鼠 已經看到這個鏢 如果你發現這個鏢不是很清楚 沒有關係 我就立刻把鏢給做大一點點 鏢做大一點點 我進了首頁之後呢我就滑 我都全程都用這個滑鼠做事 全程用滑鼠做事 全程用滑鼠做事 讓你們看一下差別 好 首先呢我們進到了這個設定這邊 點進去 然後我們可以再用滾輪的方式去滾它 那我們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做 好 我們先就是做這個輔助使用這邊 輔助使用這邊呢 我們可以針對我們現在的觸控 還有就是我們的這個指標控制這邊 做一些改變 那我們可以把指標弄的大一點點 好 然後顏色我用 紅色 紅色 好變紅了 那這標大的讓你們容易分辨 那今天這個教學呢 是因為就是客人在反應 就是在Miro的操作上來講 希望有更人性化的介面 就是這個東西滑鼠 那這個 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到Miro去 好 上去 好 退離開 那 速度呢 我覺得稍微慢了點 那我就稍微把它改快一點點 讓它能夠好用一些些 好 一切設定完畢之後呢 那我們就把這個Miro的這個Maticam的這個App找出來 找出來 好在這邊MaticamApp 找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我們這個 這小白球你可以 Hey Siri 關掉小白球 好的 輔助觸控已經關了 好 輔助觸控打開 點進去 好 首先呢我把第一個攝影機訊號連接上來 第二個攝影機訊號連接上來 那裡面幫我確認一下我1080有沒有成功 我現在用的是安卓手機搭配JPC U435 幫我確認一下裡面 有沒有那個 1080 設定完了之後各位 現在我們就擁有了多機作業的畫面 好 那我先說明我的1080會造成一個現象 就是播的時候有存檔的時候沒有 好這一點我還在克服 好 首先你看到我滑鼠可以在這邊進行很多細節的作業 然後我可以把這個放成一個大螢幕 讓現場的工作人員同時都可以看到 那我就可以很輕鬆的 在這邊 透過滑鼠駕馭 我就不用手去那邊一直點這個裝備 造成我不必要的麻煩跟困擾 這一點呢 希望您了解我的明白 那這個叫做 ProPoint的這個產品呢 我先把字幕拿掉好了 這個字幕只是告訴你們說 安卓手機真的是素晴 安卓手機實夠而已 安卓手機好厲害 安卓手機好強大 安卓手機價格公道又實在 安卓手機呢 維修成本較低 安卓手機呢 相容性較好 它的周邊便宜 安卓手機呢 幾乎我在這個直播上來講 不會有熱當的問題 這一點 安卓手機就是不錯 就是很棒 就是很棒 那到了這邊之後呢 課寫我也可以做 位移 那 那 因為這是叫做 這是Crop 是裁切型的 所以呢 多多少少 就是會有一些 比較糊的現象 那我來驗證看看 看它的那個 這個是最特寫 然後我們看看 試著把它 距離再稍微調整一下 看看它的那個 清晰度 會不會因為位移而改變 好 直接就做了 比較粗魯了 我們來看看 清晰度 大約要再 高一些些 它的畫質才會令人滿意 因為它畢竟它這個是 有不對焦的產品 這個是不對焦的東西 它是 所以不對焦的行情之下 它就是有一個有效焦距距離 這一點請你們還注意一下 有效焦距距離 要注意 好 我回到手機畫面 好 那現在我要調整這個給你們看 這是一個 直播用的 普拍支架 非常的便宜 999 可以放麥克風 放手機 放webcam 這個 直播的這個支架呢 相信大家 不陌生 其實它是麥克風下改裝的 那我現在把它的高度往上調 調到一個 有效的這個焦距 有效焦距 我估計 我大概判斷它的焦距 估計大概需要到 呃 大概 60公分左右 60公分左右 它的焦距就會有了 那有了之後呢 就會準了 可以拍照嗎 快 拍照 大概 展示 150公分 玉女